随后,在几女的视线之内,东方不败开口将刚刚暗中跟踪发现的事情说了一遍。 将东方不败所言收入耳中,林诗音略显恶然道,这间客栈竟然是不良人的,也就是说那掌柜之前就认出我们来了,藏得还挺深,竟然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一样。 一旁的曲飞燕曼悠悠道,若是这么容易被察觉,怕是这句点早就被端了。 林诗音想了想点头道,也对,既然是眼线和暗线,若是轻而易举的,就能够被人察觉到不对劲,怕是早就被各方势力拔除干净了,如何还能安插在各地稳定的收集消息。 甚至于相比起寻常舞者而言,各个势力中那些潜伏的眼线,不管是形势还是心智反而要更加的老练。 连星询问道,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等就行了? 楚清和轻轻问了一声示意。 只是,在说完时,楚清和却是注意到婉婉面露犹豫之色。 注意到婉婉的神情,楚清和开口道,这上党郡距离藏兵谷所在不远,既然现在上党郡的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不良帅安排的人可能随时都会过来。 婉婉姑娘若是想要前往上党郡英葵派的驻地,等将不良帅这一次安排的人解决后再去不迟。 听到楚清和的话,婉婉不禁古怪地看了一眼楚清和。 这种什么都还没说,但心中所想便被人猜透的感觉,使得婉婉感觉好像自己什么都被楚清和看光了似的。 心中虽是有点小郁闷,但婉婉也知晓,现在这样的情况的确不适合跑到这上党郡中英葵派的驻地里面。 在都已经易了容的情况下,现在楚清和几人走在街上时,街上来往的人最多也就是好奇地看楚清和几人一眼便会收回视线,而非是像以往一样鲜明出众。 随着几人从客栈之中出来在这上党郡内闲逛,作为导游的婉婉也时而给几人讲述着这上党郡的情况以及介绍看见的一些大唐国的风土人情。 黄昏,酒楼包厢之中,带到殿小二拿着赏钱恭敬地从房间里面离开后,回想着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大唐国内所见,林诗英看向婉婉询问道, 相传大唐四大门阀之中,现在以掌管大唐以南的宋家为罪,也不知道比起武安郡和这上党郡,南边宋家范围的城镇是否会更加繁华。 婉婉点了点头道,四大门阀之中,不管是现在名义上大唐之主的李家,独孤家还有宇文家都带有胡人的血统, 虽说李家不像独孤家以及宇文家那样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更加优待胡人,但或多或少还是会偏向胡人一些。 因此,在这大唐国内,宋家掌管的南边却是聚集了近期城的汉人,加上宋家有着天刀宋缺在,这些年,不管是英魁派,慈航敬斋还是其他三大门阀都不敢随意地招惹,相对而言,却是要更加地繁华。 尤其是宋家所在的南岭范围内,论繁华程度,却要胜过其他三大门阀的领地。 说到这里,往往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面带戏虚道,不过原本江湖之中一直在猜测宋缺和宁道琪两人孰强孰弱, 但现在宁道琪却是投靠了大秦国从而迈入到了神作境初期,想来宋缺的实力,已经难以和宁道琪相比了。 只是这话刚刚出口,楚清禾确实摇头道,这倒是不一定。 文言,晚晚疑惑地看向楚清禾道,你的意思是那宋缺也迈入了神作境? 楚清禾摇头道,有那不良帅在,这宋缺如何能够迈入神作境? 说着,楚清禾许续道,那不良帅作为神作境圆满的高手,这些年来既然藏身于大唐国内, 想来对于这大唐国已经有了绝对的掌控力。 而九州大帝之内,天地之力有变,即便是三花凝聚的舞者, 不得其他也难以炼化天地之力,从而凝聚五道金丹。 按照白小生天人榜的记录,宋缺应该是在三年前才迈入到天人境圆满, 三花凝聚或许便是极限,若是凝聚了五道金丹,这样的天赋,你们觉得不良帅会怎么做? 东方不败开口道,卧榻之策岂容他人酣睡,若我是不良帅的话,这样的人要么为我所用,要么为我所不容,杀。 楚清禾汉首道,不错,之前只是因为感觉到这大唐国内天地之力的一变, 那不良帅便派出了白万山四处调查,足以显示出这不良帅的谨慎。 如果说宋缺真的迈入到了神坐镜,怕是那不良帅第一个坐不住。 停顿了一下后,楚清禾继续道, 当然,若是宋缺和宁道琪一样投靠了大秦国那边,有了能够让不良帅忌弹之人的撑腰,情况又有不同,但宋缺这人心气过傲,命折不弯,绝不会甘于居于他人之下,所以现在迈入神坐镜的可能性太低了。 晚晚疑惑地看着楚清禾道,既然说宋缺并未突破神坐镜初期,为何你刚刚又说宋缺还能和宁道齐比? 去飞烟开口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公子现在也就天人静后期的修为,但实力远远超过了修为,那神坐镜初期的白万山在公子面前连动一下都做不到。 晚晚翻了个白眼道,你当谁都跟这家伙一样啊? 晚晚本身就是能够越阶而战的天骄舞者,自然也知晓舞者即便是在同等境界的时候,实力都不能一概而论。 但晚晚从未见过像楚清禾这样的,明明才天人静后期的修为,但却能够轻易而举地压制住神坐镜初期的高手,甚至于面对神坐镜圆满的不良帅也显得丝毫不惧,简直不讲道理。 这边,楚清禾解释道,宋缺有着天刀之名,按照江湖上对宋缺的描述以及白小生榜单上的记载,宋缺已经是达到了人刀合一的境界。 凭借着这人刀合一的境界,现在的宋缺实力甚至还要强过蒙翅形一些。 若单纯只是切磋也罢,可若是真的死战的话,鹿死谁首,还真的不好说。 人刀合一对应便是剑道之中的人剑合一。 没有人比楚清禾知晓,武者若是迈入这一个境界之后,对于实力的提升有多强。 若是宋缺在人刀合一上已经真挚圆满层次,那么凭借着人刀合一的刀到境界,让宋缺实力强过神坐镜初期的宁东来,并非是难事。 晚晚虽然不能明白楚清禾为何会这样笃定,但却附和道,希望是这样。 听着晚晚这话,取飞烟疑惑地看着晚晚询问道,怎么感觉你反而希望宋缺比宁道奇强? 难不成你鹰魁派和宋缺是同盟? 文言,晚晚想了想道,某种程度上的话算是。 随后,在己女的不解之中,晚晚开口道,和宋缺不同,这宁道奇出自于道门,虽说是超然物外,因为想要戒约慈杭敬斋的慈杭见点,从而让武学境界更上一层楼。 但这百年之中,大唐国的道门不断被慈杭敬斋等佛门打压,但宁道奇却从未出手干预,甚至处处都帮着慈杭敬斋行事。 几十年前,在我摩门的邪弟尚未失踪时,我摩门的实力要远胜于慈杭敬斋,可就是因为这宁道奇屡屡出手干预,这才是导致于慈杭敬斋能够和我鹰魁派抗衡至今。 顿了一下后,晚晚满脸嫌弃道,反正慈杭敬斋一向善于笼络人心,也不知道给了这宁道奇灌了什么迷魂汤,才让宁道奇心甘情愿地给慈杭敬斋当打手。 连星则是好奇道,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鹰魁派和南领宋家达成联盟了? 提及到这一点,曲飞烟也反应过来了。 对啊,有宋缺在的话,这些年你鹰魁派也不至于处处被慈杭斋押着吧。 晚晚两只手托着下巴道,那是因为,这不过是我鹰魁派和宋缺并没有将事情摆在明面上,这也是鹰魁派里面的一个秘密,就我和师父二人知道,其他人又如何知晓。 曲飞烟满脸怀疑道,你鹰魁派这些年的名声这么差,那宋缺竟然还愿意和你鹰魁派合作? 晚晚撇了曲飞烟一眼道,你懂什么?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宋缺和我鹰魁派都对慈杭敬斋不满,为什么不能联盟? 连星一脸八卦道,宋缺也和慈杭敬斋有仇。 晚晚点了点头道,早些年,随朝破落,杨广昏庸无道,大随国乱世已现,四大门阀都暗中摩拳擦掌,准备替而待至。 而当时宋缺名声却起,不过三十出头便已经是大宗师敬的修为,再加上宋家在背后作为依靠,风头一时无二。 而宋缺这人雄才大略,天资纵人,再加上宋家一直想要以汉人一统天下镇压李家和独孤家等这些胡人建立汉人江山。 但慈杭敬斋早些年一直和李伐交好,可以说将赌注放在了李家的身上。 若是宋缺一旦争霸天下,怕是无人可挡。 要是换了其他独孤家或是宇文家,慈杭敬斋说不定还会想办法联姻倒戈一同对付李家。 但宋家一直知晓慈杭敬斋背地的心思,所以对慈杭敬斋一直有防备。 慈杭敬斋之小难以拉拢宋家,为了慈杭敬斋的未来,便将那时作为圣女范清慧主动接近宋缺。 在这慈杭敬斋故意的一些布局之下,使得毫无防备的宋缺甚至李家的家主李渊都渐渐倾心于范清慧,后面甚至为了范清慧退出了争夺天下。 自此,宋缺便一直待在岭南潜心修炼最终达到了现在的修为实力,而范清慧也借着这一个功劳成为了慈杭敬斋的斋主。 而现在李家的家主李世民又倾心于施非轩。 凭借着这两层的关系,慈杭敬斋这些年快速地发展。 听着,婉婉讲述的这一些东西,去飞烟三女连同一旁的雪千寻和莲星都是忍不住面露恶心地移了一声。 向来话少的千寻忍不住开口道,这慈杭敬斋竟然以感情作耳,太无耻了。 而东方不败吉女虽然没有说话,但三女紧皱的眉头便足以显露出三女的感受。 显然也对慈杭敬斋这样的举动而诸多不屑。 婉婉满脸嫌弃道,慈杭敬斋就是如此,靠的就是不断地依附他人发展自身的势力。 现在大唐国四大门阀除去宋缺那边外,其余三大门阀闺房里面都有慈杭敬斋送去的美娇娘。 而天下间所有的人都以为只要慈杭敬斋和他们交好,他们可能就是慈杭敬斋责选出来的下一个民主。 将婉婉所言收入耳中,娶飞烟在消化了一会儿慈杭敬斋的形式作风后才开口道,所以说,现在宋缺是反应过来了。 婉婉先是点了点头示意,可随后又叹了口气道,可即便是反应过来了,因为当初答应了范清慧,所以现在宋家也不能继续争夺天下。 但这些年,凡是南岭这边关系到慈杭敬斋的事情,宋家那边都会暗中驻我殷魁派。 说到这里,婉婉像是想到什么事的看向楚清禾道,既然这慈杭敬斋和不良人有关系,会不会从一开始这不良人便和慈杭敬斋达成了联盟? 楚清禾想了想后摇头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婉婉翻了个白眼道,你这话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楚清禾美好气道,我和这慈杭敬斋又没多少接触,我怎么知道这慈杭敬斋什么时候和不良人有联系的。 顿了一下后,楚清禾继续开口道,不过此前忽然间被慈杭敬斋盯上,这个事情,也不好说算了。 听到楚清禾这话,婉婉眼睛一亮道,就是,竟然敢将逐意打到东方姐姐和月姐姐身上,简直吃了雄心抱子胆,反正现在这慈杭敬斋和不良人都合作了,既然要解决不良人,不如你也顺便一起将慈杭敬斋给解决了。 声音入耳,楚清禾瞥了一眼,婉婉道,你这算盘打得倒是挺响。 随后,楚清禾开口道,想要解决慈杭敬斋,你们殷葵派自己动手,不过倒是有一桩买卖,可以和你们殷葵派做一下。 婉婉泄气道,哦,什么买卖? 楚清禾笑了笑道,阳公宝库。 原本见楚清禾不准备对慈杭敬斋动手,婉婉顿时兴趣大减。 可随着这几个字出口,婉婉顿时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婉婉开口道,你知道阳公宝库的位置。 楚清禾点头道,不错,我将阳公宝库的位置告知于你,你可以去通知殷葵派,但宝库里面所得的东西一分为二,三成归你殷葵派,七成你殷葵派要负责送往大宋国。 听到楚清禾让晚晚将这阳公宝库东西半数送往大宋国时,东方不败以及腰月吉女瞬间就意识到了楚清禾的目的。 大宋国不同于大明国。 现在的大宋国早已经是千疮百孔,入不敷出。 不论后面是东方不败还是腰月前往大宋国,想要治理,难度都是极大。 但要是得到了阳公宝库里面的财宝,想要治理大宋国也就要容易了不少。 自然,楚清禾现在这样的举动也是在为东方不败或腰月着想。 而在听到了楚清禾的要求和分配方式后,晚晚眼睛一瞪。 只是那三成就算了,还要我殷葵派将剩下的七成送往大宋国。 你这也太黑了吧? 五五分。 可对于晚晚所言,楚清禾只是微笑地看着晚晚并未搭话。 见词,晚晚咬了咬牙道,四六,你六我四,这已经是底线了。 楚清禾不疾不虚道,我知道具体的位置,若是想的话,大不了后面我自己派人去取,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罢了。 文言,晚晚有心开口,但看着面前楚清禾这笃定淡然的样子,晚晚又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三成就三成,说吧,位置在哪儿? 楚清禾微笑道,月马桥下。 得知了这样宫宝库的位置,晚晚恶然道,月马桥。 嗯,长安的月马桥。 楚清禾汉首道,晚晚姑娘果然是见多识广,只是一个桥的名字,晚晚姑娘竟然都能够立刻明白。 从楚清禾这边确定后,晚晚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楚清禾要和他英魁派合作了。 长安作为现在大唐国的都城,不但有着大量的兵马驻扎,同样距离不良人所在的藏兵谷也极近。 若是想要将大量的金银以及军械悄无声息地从长安城运走的话,没有长安城的关系绝对不可能。 否则的话,这大量的金银以及军械,搬运装车都是一个问题,更别说是运出城了,哪里像是楚清禾说的那样轻描淡写。 对此,晚晚苦着一张脸道,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楚清禾微笑道,你觉得呢? 刹时间,晚晚脸上的苦闷之色更浓了几分。 但面露苦闷的同时,晚晚心中却是有些疑惑。 不过,你不是大明国的人吗? 为什么不将这些运往大明,反而要运往大宋国? 楚清禾声音懒散道,在下这样做,自然有在下的道理。 见楚清禾不愿意多说,晚晚撇了撇嘴,也没再说话。 一直到几人吃完饭时,几人才是回到客栈之内。 然而,就在楚清禾前脚刚刚踏入今日租下来的这一个小院时, 楚清禾却是眉头轻挑,然后抬手对着几女示意了一下。